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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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五呢 我仍是在洛杉矶 但是因为有事 我就没有在现场 跟今天一样 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聚会 正聚会一半呢 咚咚咚警察敲门来了 哎呀这个在中国当牧师久了呢 都有这个职业病了 一今天警察敲门我就紧张 这个紧张也没有用啊 兵来降党水来土焰 这个是否不是货 是货都货 那我就去开门 结果发现警察不是找我的 是找房东那一家的 那人家警察来找呢 说有邻居报警 说你们家孩子被虐待了 那这个事呢 其实有的时候挺尴尬的 我们华人呢 其实有的时候 就喜欢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可是呢白人就觉得这是虐待 但是那一天呢 百分之百是人家诬告 为啥呢 因为我在现场 那我们这一帮人在那 这个出事呢 那大人哪有空空去打孩子 而且中国的大人打孩子 一般都是关着门打 也不能张这么多面打 所以那天绝对是误告 但是呢 我们就看到一个 就看到一个文化的差异 这个文化的差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美国的孩子 你连一个指头都不能碰他 所以现在在美国当老师也很难 只能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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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说搞不好 应该就告你歧视了 那根本不能打 那打就是虐待了 那都是重罪 我们有律师在线上 但是今天 这样的结果真的好吗 这样的结果真的好吗 所以今天美国就要有很多问题 当然 也不是因为咱们不能打不能骂 所以美国教育才有问题 打和骂 还有其他的构成了 今天美国的孩子 真的是成才的少 即便有成才也只是有才无德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的品格建造啊 真的需要让他们付出 需要让他们奉献 甚至需要他们受一点疲惹之苦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想 那美国今天这样子也背后原因 因为历史上美国地广人稀 有一些人呢 他们因为没有信仰 然后心里面比较阴暗 因为你知道人和人之间 只要大家经常交流啊 大家都很健康 一旦人和人之间不是不交流了 或者交流变少了就不健康了 所以在美国有很多虐待孩子的事情 你看在中国我们很少听到 中国我们听到的是虎毒不诗子 在美国我们经常听到虐待孩子的事情 所以呢这个跟美国地广人稀 然后人跟其他周围人缺少联系 然后就虐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们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如果我们不关心安州 你想想安州那么多压力 那他气杀在谁神神啊 左边没有人 右边没有人 前面后面没有人 那就杀在孩子身上 你明白吧 当然了今天安州周围被爱包围 你看我们教会每个人都爱他 连中国的张老师无解 每一次就是安州你好不好 孩子好不好 对吧 所以我们安州不会有问题的 对不对 孩子也很健康 所以美国人是矫枉过正了 就说孩子都不能说 孩子都不能碰 其实的确美国有那个虐待孩子 我孩子我在水边 你看我们在中国很少听到虐待孩子的 很少 对吧 那美国有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其实 所有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本身 问题背后的那个系统 那才是大问题 我们打字方面打字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问题背后那个系统才是大问题 所以美国这个系统有问题 因为他这个地广人稀 所以人和人之间需要交流 我们在洛然基还好呢 前后组织都是人 对吧 你像那个安州住在尔湾 那家人更密 想住个房子都难 但是你想往中西部走 大草原 大平原 大森林 所以我们在那些地方 很多人真的是 这一个礼拜你要不出门 你这一礼拜你真见不着人 所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要承认 这个美国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 交往国正 所以现在不能打不能骂 所以今天我们 在爱中 我们是可以管教我们的孩子的 所以我们 我们现在美国有些牧师就写一本书叫敢于管教 为什么他写这本书敢于管教呢 因为被法律给阉割了以后 很多牧师 很多领导都不敢管教了 很多老师都不敢管教了 所以那今天我们回来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那我也特别有感触 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 他传道的时候 他没有收教会的奉献 他没有收教会的奉献呢 也有一个原因 你知道那个时候呢 教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个时候教会受罗马政府的迫害 受罗马政府的迫害 所以这个保罗呢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份 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他就不会受到迫害 那他还有一个自己的生意 他有一个做丈夫的生意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 所以保罗有两个独特的东西 这是别人没有的 这时候你让彼得不收贡献 彼得早就饿死了 彼得没有存款 也不是什么二 那个一等公民 所以呢 这个保罗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叫什么优势 他是这个罗马公民 然后他自己有生意 所以他就没有收教会的奉献 那当然了 后来其实保罗也开始收教会的奉献了 因为前面呢 他刚开始传道呢 他的开销很小 也就是他自己的吃吃喝拉撒 那他自己负担得起 那后来保罗就宣教团队了 那后来保罗做的工作大了 开销也大了 所以后来保罗才开始 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讲述什么呢 说我没有要你们的钱 我要的是你们 我要的你们 保罗年轻的时候喊出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 圣经书的你们可以去找 保罗喊出什么口号呢 我就是让人不花钱 听福音 我让人不花钱听福音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花钱不花钱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们 让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 让他自己有参与感 让他自己知道他所领受的福音 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 但是也是付了代价 一路上从耶稣付了什么代价 圣命代价 自己在想到后面的圣徒付了什么代价 付了圣命代价 因为福音被抓被杀 到现在我们认识的这些牧师 传道付了什么代价 就是不辞劳苦的 日以继日的我们在传主的福音 所以我听到这个牧师刚刚才六级的 他就走了 那你想他都走了 我还能活几天 我是七级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那为什么 那我们 我们的身体都这么不好 因为我们的工作量真的是超负荷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在想 那照着这个工作量 我得拿多少工资才合适呢 我这样想就错了 我也不会这样想 我们来服侍神不是为了钱 但是呢 弟兄姐妹得到了这个服侍 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把捐出的钱 用来支持传道人的传道的工作 也支持传道人的这个工作和生活 这个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也想提醒我们弟兄我们姐妹 以前圣经不熟 好像就得给牧师捐钱 就得交给捐钱 今天圣经熟了 你看圣经说了 这个我们不能收弟兄姐妹的钱 相反 牧师还得给弟兄姐妹钱呢 谁说的 保罗说的 说 我求的是你们 不是你们财物 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 父母该为儿女积财 我自己也甘心 能为你们灵魂 废财废力 难道我越发爱你们 就越发少得你们爱吧 所以今天在这里面 保罗有没有这样做 保罗真的这样做了 保罗有没有这样做 保罗真的这样做了 但是第一 保罗是刚传道的时候这样做 后面他不这样做了 OK 所以这个我们在江湖就要守江湖的规矩 这个奉献是一定要收的 这个奉献是一定收的 那因为保罗他到那个时候刚出来闯荡 他呢 有着一股的热情 但是规矩就是规矩 他没这样做 结果是好吗 结果是你保罗得到额外的爱了吗 结果是保罗得到额外的尊重了吗 结果是保罗得到额外的尊重了吗 结果是保罗得到了这个什么了吗 没有 事实上保罗说我爱你们更多 我得到爱反正怎么样 更少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家的孩子 我给他们的很少 相反我要求他们做的很多 这次那个詹妮马上带着这个 他律所的人去达拉斯参加一个活动 并且在活动上有他们的展位 那我说詹妮呀 那那个把你展位借一班给我用 我说我也在那宣传宣传 咱们教会的空洞课堂 詹妮非常慷 詹妮非常慷 詹妮没说 詹妮没说 牧师行 那个我贪费多少钱 正好你用一半扎印一半 詹妮没说 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VVA也好 詹妮也好 安德也好 都是非常慷慨的 詹妮没说 所以我感谢詹妮 没找我要钱 可是詹妮没找我要钱 但是詹妮不能帮我替我干活啊 刚才你听见了吧 这个二姐讲了 詹妮很忙 白天晚上的 那我要了半截的摊位 我得布置啊 那这布置 谁去设计啊 谁去弄啊 谁去弄 都是我的孩子在弄 都是我的孩子在弄 你知道吧 所以我自己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们家孩子虽然他还没挣钱呢 虽然可能在经济上没对家有什么贡献 但他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你们看每一次我们主日聚会事情都在他那儿 我们每一次活动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音响啊 这个幻灯片呢 这些都是他做 所以我让他做 他他会不听我话吗 我让他做他没有不听我话 反而更听我话 我不提名字 詹妮也知道 我们我们认识的人 家里面孩子 什么都不做 或者说我父母也很少让孩子做 偶尔父母让孩子做 孩子做还是不做 孩子不做 我没时间我忙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个不是简单钱的问题 这个不是简单这个事儿 是大人做还是孩子做的事情 这个是背后一个成熟跟不成熟的问题 成熟就是付出 成熟就是担当 相反不成熟就是自私逃避责任 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今天我们让弟兄让姐妹奉献 是帮弟兄帮姐妹成熟 你们如果同意 你们就打字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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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牧师啊 你别忽悠我们 我们已经很成熟了 不用捐钱 你这种想法就不成熟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我们姐妹 懂得承担责任 愿意分享这个教会的重担 我们好好地工作 我们蒙上帝的祝福 我们把从上帝走到祝福拿出来 我们捐出来 让教会更多力量 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那我们的孩子 虽然大家都读书很辛苦 但是我愿意拿出时间来去 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愿意拿出时间来做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这些会帮助我们孩子成熟 会帮助我们孩子懂事 不会因为他做多了 反正他就不懂事了 相反他做越多他越懂事 因为不当家 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所以今天今天我们回到这个人生也是这样 回到人生也是这样 你谈一场恋爱 你好爱对方啊 对方好帅啊 我什么都愿意给他呀 你把什么都给他了 请你告诉我他会对你好吗 你把什么都给他了 他对你一定不好的 原因很简单 原因很简单 因为因为他太容易得到一些东西 他太他不会珍惜的 他太容易得到一些东西 他不会珍惜的 所以今天我们我们我们讲 恋爱脑为什么痛苦呢 啊我太爱他了 我什么都给他了 你什么都给他了 反正他不珍惜 所以今天那些有智慧的男人 有智慧的女人 都会对对方提要求 好那我们两个人不再是两个人 现在是一个人 好我们不管结婚也好没结婚也好 未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 那这个家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 虽然我一个人像詹妮特别能干 我一个人我能把一个家都扛起来 好但是你要做什么 那要对对方提要求 因为只有对方 只有对对方参与了 他才能有归属感 就参与了他才能体会到这里的艰辛 反而他会更加珍惜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那些能做的 那些能做的女孩格外得偏爱 对不对 为啥呀 人家能做 人家要对方付出 但是你别看做本身不好 但是做的结果挺好 那对方付出了 对方反而有的时候 就被这段感情给绑住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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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一个人对教会不管说说就走 就说明他这个教会没捐钱 他没有任何感情在这里 他说了就走 但是今天你让詹妮走 詹妮在这个教会 倾注了很多的感情 所以今天 你让二利走 二利在这个教会 倾注了很多的感情 现在我你二利走 二利不走 二利走我不走 所以今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所以你就去看 那些一旦教会牧师做什么事 一旦牧师做什么话 然后就对牧师不管 一对教会没转身就走的 他百分之百是没奉献的人 他百分之百是在教会 没做贡献的人 他在教会里没什么 所以他想走就走 他没有什么牵挂 所以有一年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批评了教会的几个年轻人 然后人家就走了 不但走还拉人走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你们都听过 他当时就拉吴东雪去了 吴东雪那时候也有点动摇 因为吴东雪也被我说过 然后吴东雪就是找他的领导 他的领导是那个雪莹 就最近在中国生小孩的 找雪莹去了 因为毕竟他的领导 他领导领导 孙女人都在我们教会 你说他就不来了 以后上班跟领导见面 也不给感慨 想问问领导意见 李雪莹同志 李雪莹同学 那次讲的话特别经典 他说 这些人 没被教会做任何贡献 他们对教会是没有感情的 这个教会有好处 他们站 他们就留下来 没有好处 还需要付出 那人家转人就走了 我说但是牧师不是这样的 这个教会是丛林建起来的 每一点每一滴都会有牧师去去 牧师不会离开这个地方 而且牧师希望这个教会越来越好 所以今天你想想 为什么牧师骂我们呢 你把你们都骂走了 他胜过耳朵 你觉得他高兴吗 所以今天牧师骂我们是真 真的爱之生这些 希望我们 醒醒过来 我们明白我们好好干 我们就把教会搞得更好 所以 所以今天就好像 就好像渣男一样 渣男睡完你了 把你的之前都拿走了 然后你一下我 这个这个哭的死就回来了 你咋不回来呢 你咋不爱我呢 眼睛 眼睛为什么要爱你啊 渣男什么都没付出 为啥你这么痛 因为你啥都付出了 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 你知道吗 那些人就是渣男 而牧师是一个恋爱脑 所以一讲 冬雪就明白了 所以冬雪没走 到现在还没走呢 这次 露西亚去 这个 大连的时候 你们看到了吧 冬雪还是我们 万二维西比克的负责人 所以今天 亲爱的地方亲爱的姐妹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冬雪捐钱 每一次都是康康的 百分之二十的捐 冬雪干活 那没问题 孙林去北京了 雪月怀孕了 他就一不中次 把这个蛋子跳起来了 他成为那个项目的负责人 所以今天亲爱的地方亲爱的姐妹 所以你觉得 哎呀大家不容易 就别捐钱了 你在害他们 哎呀孩子去心忙 就不让孩子干活 你在害他们 所以江湖是有江湖规矩的 所以今天 保罗在这边 是不是 没收弟兄姐妹分件 是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 哥林多教会没长大 没有参与感 这个没有 没有价值感 没有归属感 反而保罗你爱来不来 你根本是个假牧师 啊 所以保罗最后说了 我甘心 10%还是钱 以前捐多少 现在还捐多少 另外10% 我不要钱 我要你的时间 有些人真的需要打官司 但是呢他没有钱 那我们就免费给他做做咨询 所以2023年 詹妮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2023年的时候 詹妮是什么情况 詹妮自己清楚 等2023年结束的时候 詹妮有一个自己的大律所 好多这个律师跟着她干 你们看没看到 圣经讲的 你捐钱你就被祝福 詹妮如果在你 能不能打个阿门 证明我没下说 所以2024年 我还是对詹妮提一个这样的要求 别人10%风险 你20%风险 你的10%是跟别人一样 捐的是钱 但是另外10% 还是像以前一样 以前我一个人 我也愿意给你做这个医护 现在我们整个律所 这是我们的文化 如果你这个人不能接受我们律所文化 就说明你有问题 你可以离开了 当那些不好的离开了 好的就来了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劝先离婚呢 很简单 我说这个不好的人在这站着 人家好人想爱你也不敢 想爱你也没机会 离了婚把虚位以待 把地方空出来 然后那些好人就来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有在想 我做牧师是做的很文明的 我不逼任何人 那以前这个10%给这个经济上有困难的 这个法律上又需要帮助的人 免费提供这个咨询服务 是Janny个人的style 那接下来就要变成他整个律所的culture文化 所以今天这个中国只要是圣经就给你烧了 但是美国把上帝印在钞票上 这就是文化 既然我们是律所的负责人 我们有这个权利 我们就把这个文化定下来 我们律所我们有这个10%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再讲另外一个人 你们都知道我们认识的一个中医 叫赵院长 他的诊所叫玉容堂 你看玉容堂现在全国开坟店了 已经一百多个坟店了 但是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 这个规矩进行了 至少10%这个药是免费的 给那些家庭困难的拿不起药钱的人 所以今天你会发现 你往外给没有让你亏 你往外给反而让你更为祝福了 所以这是天国法座 所以保罗刚出来当牧师的时候 也不会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只有王牧师不会当 你刚出来你也不会当 但是保罗后面 他开始收大家的奉献了 保罗后面 他开始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了 王牧师也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 我想我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如果今天张三你有感动 你开个教会 你就牌子亮出来 我们就是个教会 我们不受奉献 上帝祝福你 在路安局有这样的教会 上帝祝福你 因为打牌一定要按理出牌 你不按理出牌没问题 你一定会输得很惨 所以今天你可能聚了一帮人 但这帮人是什么人呢 都是白吃白喝的人 这帮人指望他们穿飞吗 不可能的 你指望他们去服侍别人吗 不可能的他们来就是占便宜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干一个 收奉献的教会 而且起步还是收20% 但是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姐妹 就被上帝祝福 我们收20% 我们剩的还比以前还多 我们收20% 我们大家的一种精神 被历练出来了 我们是愿意奉献的 我们是愿意付出的 为这个社会贡献我们自己的 然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们就不一样了 所以今天我要的不是我能收上多少钱 这不是我要的 我不缺钱 你看我住这个酒店特别好 没花钱 我这两天一路上都有人买单 所以亲爱的亲爱的姐妹 我在这里面我想说 我所求的是你们都成长 所以当然保罗一开始也是这样的心 但是保罗不明白 成长真的就需要付出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想 那这段经文 本来上周就要跟大家讲明白的 但是因为这个警察来了 这个给打断了 所以就给整那个 整那啥了 这个没讲清楚 所以今天我在这我把这件事再讲一遍 所以到这没问题吧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哈利路亚